今天 因為前幾天 電腦自動康 所以沒有準備PPT給大家 那講一下好了 我是國中的時候 開始接觸展車 那剛開始也是在家也不經道一路 那之後就是洗比較中程的 等於是從高波到淡水 到哪個大概66-66 那我在國中的時候就有一個夢想 我要環島 這個是那時候也要播那個 這部電影啟動人生 那他有個公運活動在Find Me上面說 我們極致那個極致的錢 那我們去給片月小孩看這部電影 那我這時候就問月亮說 月亮你可不可以幫我宣傳這個活動 他說可以 那就在新北站那邊有這個活動 那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騎比較遠的是從東湖到淡水 然後再從淡水接到三支金山 然後再到基隆 從西隆騎回西紙站高中湖 在那途中我遇到一個 從上海來台灣的一個車友 那我們就是一起騎嘛 然後我們騎到福龜角燈塔 我們就留下紀念 那去年他來台灣來永度音樂壇的時候 他有來找我吃飯 那今年的寒假 今年的寒假他帶他的父母來玩 沿著我去當小導遊吧 那我這次主要講的事情是說 台灣的小導遊產業 雖然說沒有說那麼好 但是有這麼多廠商 那就看一部電影叫做超級快遞 那那部電影叫 就屬於是單車快遞的方面 我想是說讓大家更多人了解 單車快遞這個產業 我在我在台北市有一家單車快遞 那我跟那個老闆討論 問他一些資料 他說台灣的這個市場 算是非常競爭 算是激烈 因為他有七級車的競爭 那他們的工作人員啊 是沒有底薪的 那工資是六四分 那一趟是七十塊為準 那超過的地方 然後會有多加錢 那我想說 那如果是在每個地方好了 就是在跟賈安特 或是其他的廠商結合 我們在他們的店面 設立了這個東西 那他們可以來這邊 來送東西 來店裡面 來送送東西 那我們就可能 他可以來店裡 可以逛下喝一些東西 會逛下吃一些拿出的東西 那 那 呃 呼籲商可以增加一些通路 讓大家更多了解 呃 我現在還是一個高中生啊 準備要去面向大 準備去大學 那我只希望說 能在大學中 能學到我想要的東西 能追求到我想要的資料 能讓我把這個單車快樂的東西 推廣給大家 以台北市為主好了 我相信是說 每個區至少要有一家 這樣 你在該區內服務的話 你不需要跨區 跨區就可能會花太多時間 因為我們主打是說幾件 你快速以時間為主 因為你騎機車的話 他們必須要有電的量 那才可能去送 但我們是說 你只要有見 我馬上就會去送 那我 呃 人生的目光就是 希望與 有 跟單車有關 因為單車也改變了我很多 不然我可能 站在家裡 玩遊戲啊 什麼的 那 單車 那 今天早上跟 達成老闆一起騎車吧 然後我們原本就要去騎到那個 吳彥亭 那 我跟到一半 他們的速度太快了 我就沒有跟上 所以就先掉頭 然後 當初跟那個 跟他們接洽說這個活動要在什麼時候辦 是跟那個 角色國際的張經理一起去討論的 那原本是說 集到那個 人數一定的話 原本要做那個 明信片 給來看電影的每個人一人一張 但是可能是 木製的 他金錢沒有夠 所以就再改成一些 有像超寶袋 然後還有一些 擴裝品那些的 還有一些香水 呃 我要送大家一句話 人生有夢 欸 熱誠是有的 但 滿像熱情是好的 但是 你還有實力 你要有實力才能去達成你的夢 去實現你 在執行你 你要想要做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可以朝著自己的夢想 繼續前進 謝謝大家